星期四是羅勇文和大家提天氣 今天陽光依然充沛 下午新界部分地區有33度左右 由於在華南上空的反氣旋 繼續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不過見到這一片晴空區範圍 已經比昨天縮小了 反氣旋會在未來一兩日減弱 而正是影響南海北部的這些骰雨 正是慢慢向北移動並且影響香港 今晚將會轉為多雲並且有紀鎮的骰雨 游看今日在天文台錄得的氣溫 是介乎27.2至到最高的31.7度 而6點鐘氣溫有29度 相對濕度81% 有張時間交給天璽先生 開始多雲同驟雨 明天是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的驟雨 最高是31度 而正會期間仍然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各部地區會有驟雨 而隨著一股東北季後風的抵達 凝雨和中秋節的天氣 就會比較晴朗和乾燥 預料正是上雨的好時機 一起游看預測明天的空氣污染水平 是輕微去到偏高 而最高指外線指數是有9 強度屬於岑高 又再看其他城市的天氣預測 澳門驟雨 廣州雷暴 廈門洛驟雨 台北都有驟雨 而上海有雷暴 北京多雲 首爾有雨 東京是明朗 東南亞城市 曼谷雷暴 吉隆坡驟雨 新加坡驟雨 雅加達有雨 胡志明市有雨 馬尼拉都是下雨 去到南半球 墨爾本有雨 昇尼布里斯坡驟雨 奧克蘭是明朗 去到美洲 紐約是明朗 多倫多多雲 溫哥華天晴 三藩市 洛杉磯 明朗 歐洲 蘇尼西巴黎驟雨 法蘭克福多雲 奧姆斯律丹和倫敦有驟雨 今晚天氣到此為止